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先生回来的时候满心期待要吃那条鱼了 所以回家一看那个餐桌 连骨也没有 鱼骨头也没有 他就问他太太 哈喽 我的鱼呢 他太太就很从容的就拿着一张椅子 坐下来来来来 我跟你谈谈那个鱼的味道 跟你隔壁左右提醒他 不要只听说 要去经历 上帝的恩典也是如此 不要只听说上帝那丰盛的恩典 让我们去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 你可以说阿们吗 那么今天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这个主题叫做 凡事都得意 你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 听清楚啊 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 都能够使我们得益处的 阿们 好像有一些人不认同 没有关系的 等下你听牧师讲完这篇信息 你就会认同你会阿们的不得了 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 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一些问题是很麻烦的 有一些问题是很伤害的 有一些问题是很棘手的 但是我们觉得这些问题 真的神能够把它转化为 我们得益处吗 这句话不是我讲的 这句话是圣经讲的 圣经是不是神的应许 你相信圣经每一段话 是不是神的应许 如果是的话你要阿们 今天牧师在讲台上所分享的 不是人的话 不是人 只是都会把圣经的整个的 神的应许来告诉你 所以我们常常在面对问题的过程里面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 当我们所面对问题的时候 可以听清楚 这个问题你觉得 它是在毁灭我们吗 它是在毁灭我们的信心吗 它是在毁灭我们的信仰吗 它是在毁灭我的自信吗 还是你觉得这个问题的发生 它其实不是在毁灭 它其实在建立我们的信心 它是在建立我们 使我们透过这个问题 我看见着这个问题 我们能够得到神更大的祝福 所以很多的问题发生 就在于我们的反应 那么今天我不晓得 你的反应是怎么样 我常常讲 我不晓得我们当中 有没有人出世到现在 没有经历过任何问题的 麻烦的事 有没有 如果有 我很想认识你 因为我想看看 到底为什么你在神的恩典里面 为什么你这样的丰盛 没有任何的问题 感谢主 我们这里的人都非常正常 因为你们都是面对问题 正常的会面对问题的 什么人不会面对问题呢 死了的人不会面对问题 因为死了已经不是问题了 所以感谢主 今天你能够有问题 就一表说 我们是正常的 跟你个别提醒他 你是正常的 罗马书的第八章28节 今天我要来读这段经文 大家一起读好不好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祂旨意什么 被招的人 就是按祂旨意被招 这里告诉我们 神指万事都互相效力 我们晓得 问题是你晓得吗 你明白吗 晓得的意思是你明白吗 你知道吗 神能够使万事都来为我们效力 但是很多时候 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们却不晓得这个事情 是使我们带来益处的 这个事情一定使我们带来亏损 我刚才讲的 如果你的思想里面 你的选择里面 你觉得这个问题会来毁灭你的 那么它真的会带来毁灭 但是你靠着上帝的应许 神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然后想一想 今天你是如何来到教会 想一想你如何踏入FGA 想一想你如何认识神 今天我相信我们当中的人 很少说他一睡醒 然后他就来到 诶 怎么会来这里啊 第一次来的 是不是 诶 怎么会来到这里 不可能 对不对 很多时候 当然有一些人 他是驾车 驾车 驾车 无所事事礼拜天 然后看到黄色的 这个橙色的招牌 有一个FGA Stand for what 不知道 只是停车 看到这么多人停车 然后就猛查查MCC的 走进教会 坐下来听牧师讲道 听了牧师说要信耶稣吗 他举手 OK 就这样来教会 当然有这样的神迹 有这样的人 我不否定没有这样的人 但是我说很多人来到教会 是因为自身面对的问题 对不对 可能在信仰上 可能在家庭上 可能在生意上 可能在身体上 出现了一些状况 我们需要来到教会里面 透过神的话 透过敬拜 透过神的同在 我们相信神 纪念我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 如果你想一想 你如何来到教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很感谢主 如果来到我们教会了 有十年或者二十年以上的 相信这十年 二十年 你的生命里面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你会看到神 在每一件事情当中 祂一步一步一步地带领你 对不对 祂一步一步地为你解决 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的背后 神也带来了祝福 我们很多的这样的见证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信 信的正确 你会相信这些事情 是神 无论 我说凡事 就是无论好的事 无论不好的事 祂都会带给我们 一个益处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有时我们要明白 神会用问题来帮助我们 神会用麻烦的事 来帮助我们 神会用一些 所谓的困难的事 来帮助我们 但很多时候 我们却看不到 这些困难的事 这些麻烦的事 这些问题的事 背后的一个祝福 我们常常觉得 这些事情的发生 为什么会发生 这些事情发生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被人误赖 为什么会被人厌网 为什么这个人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那个人要见面 来针对我 为什么我的太太要这样做 为什么很多的情况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今天你明白 整个圣经的原则的时候 你会更加有信心的 去仰望我们的神 Amen 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 就是我们晓得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的益处 那么从今天第一点 我要给你们说 大家跟哥比走又说 神可以使每件事 成为我们的祝福 我所谓的每件事 包括好的事 包括不好的事 不是好的事 才可以成为祝福 不好的事 神也可以成为祝福 并非凡事都是神的旨意 明白吗 并非凡事 如意外之事 疾病 关系破裂 离婚 这些东西 所谓的凡事 不是说 神 有心无心 看到Young Man 好像无所事实的 这样有空 这样平安 我就给你一些问题吧 看到严重 哇 真的那个 可爱 就看到你可爱 又给你一些事情 看到Chester 哇 看到他这样的荣光泛泛 又给他一些事情 不是的 上帝不是这样的 你要明白 很多时候 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们觉得 我们关系破裂的时候 我们说神啊 为什么你使我关系破裂 OK sorry 这个关系破裂 不是神给你 明白吗 可能你不需要自己 去检讨 为什么 我的关系会破裂 但是我要讲的 虽然这个关系破裂 但是神要透过这件事情 让你得到益处 让你更明白神 让你更加 去体验上帝的慈爱 所以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有一个迷失 这段经文有一个迷失 这个迷失是什么呢 有人说 除非你爱神 神才会使万事 互相为你效力 为什么 因为这段经文说 对不对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晓得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的益处 所以如果今天 你要神为你效力 你必须要爱神 但是你爱神 你知道爱神 你就讲爱了 多少分 我请问现在 Joseph 你请问你爱神 现在多少分 他逃不出我来的 Chester 你爱神多少分 可能他会讲90分 但是神说 你连两分都不到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爱神的定义 意思是什么呢 感谢主 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爱 是因为 神先爱我们 所以不要以为今天 如果你要神为你效力的话 你要神使这件事情 不好的事 好的事 都为你效力的话 所以你必须要爱神 紧记住你必须要爱神 你不爱神 这些事情你就糟糕了 你不爱神的话 这件事情你要自己去面对 你不爱神的话 这件事情 无论好的事 也会变成坏的事 坏的事会变成更坏的事 所以变成我们就 每一天就提心吊胆了 我爱神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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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感谢主 今天经文里面 很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爱是因为神先 爱我们 所以 很多时候 在这件事情 在一些事情的发生里面 我们必须要 我常常讲的 当我们信得对的时候 我们就活得对 所以神使用 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坏事 并不表示 这些事是从祂而来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今天很多人生命里面 他面对被人诬赖 他面对被人误会 他可能面对 人的一些的征战 可能人的一些不喜欢 但是你不要觉得 这些事情是来自于神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 神能够使这些 发生在你的事情上 带给你更好的益处 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 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 祂是多么的奇妙 祂是使无变为有的神 所以神不会在天堂里 我刚才说的 不断给你麻烦的 祂不会觉得爱弟 好像现在只是泡咕咕 泡米肉早上 祂觉得还是不够 你应该是丢垃圾的 祂又 应该是捡垃圾的 祂把更多的事给你做 更多的麻烦给你 不会这样的 上帝不 我们的神不是 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 就好像说 你觉得好像你有孩子的话 你觉得你孩子很神浪的话 你会把很多很多的一些苦难给他吗 不会的 你会尽量避开给你孩子 面对很多的苦难 所以同样的 我们也是有个爱我们的天父 祂会尽量的 把所有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一些苦难的事情 祂把它挪开 如果 我说如果 真的 我刚才说的 那些苦难 并不是来自上帝的 但是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人不小心 也因为我们初心大意 这个苦难 临到我们的时候 还有一个解救方法 就是神可以把这个苦难 转为一个祝福 你可以说阿们吗 这是基督徒 最不一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说 当仇敌 像你丢柠檬的时候 神可以把它变成 lemon tea的 当仇敌 像你丢柠檬的时候 神会把它变为柠檬糕 当仇敌 像你丢石头的时候 神可以把它变为防饺石 所以仇敌 像你丢什么 神就会把那个仇敌 所丢的东西 演变成为 你的一个祝福 你可以说阿们吗 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 我的生命的经历 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他们经历了 许许多多这样的一个见证 可能看来是不好的 但是神有祂的美意在里面 所以就好像一只老鹰 在老鹰生了这个小鹰的时候 它就会在咸牙上 做一个窝 做一个鸟巢 这个鸟巢 是这只老鹰 它杀了许多的 它的可能一些小鸟 它的羽毛 或者是树叶 把它做了一个非常舒服的鸟巢 给它的小鹰 但是小鹰还小的时候 母鹰就会一直去提供 供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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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但是 当这个小鹰渐渐长大之后 这个母鹰就会做一个动作的 它把这个舒适的草 那些羽毛 都全部拔掉 拔掉 拔掉 那些树叶全部拔掉 剩下就是这些树枝 所以这个树枝在里面 请问那个小鹰在这个树枝里面 它舒服还是不舒服 不舒服 如果你说舒服的话 等一下我就要撕你 你坐着椅子 我会把几只树枝插在下面 你去坐一下 你就觉得不舒服了 为什么 因为太痛了 刺到屁股 所以同样的 这些痛使它不能够忍受 然后母鹰又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推 开始推这些小鹰 推下咸牙里面 在推过程里面 这个小鹰是怎么样的 使命挣扎 对不对 使命的 长开了翅膀去挣扎 然后看就是要跌死的时候 突然间这次 这个母鹰就把这个小鹰背上他的翅膀上 就飞 这段是有个经文告诉我们 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节说什么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 你们都看见了 却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 带来什么 归我 听众姐妹 我要讲的就是 当我们好像要跌入一个闲牙的过程当中 好像要死了 好像就差那一步 上帝就会用他的手来扶持我们 这就是那位爱我们的神 他是多么的看顾我们 把我们带来归向他 很多时候我们要学去成长 你妈妈对我怎么办 基督徒的生命 你一定常常要这样讲 我今年一定要比去年更好 然后明年一定要比今年更加进步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只在吃奶的阶段 我们要进入什么 吃干粮的阶段 就是我们要长大成的 你看你哥别的长大了没有 你问他你长大了没有 还是整天 还是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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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了十多年 二十年还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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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我们要真的 神要使我们的生命里面成长 一个成长的一个人 他才能够自由的飞翔 所以当这段经文里面 常常我们说了 如果我们只停留 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你只停留在这边呢 那么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段经文 你还没有进入更加蒙福的地步 你只停留在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 就比如说你去到一些人面对问题 你只会对他说 得安神会使你万事互相效力 严重啊 神会使你万事互相效力 如果你只停留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说你得的祝福还少呢 你明白意思吗 你得的祝福还少 为什么呢 因为经文接下来 刚才我们读的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对不对 然后二十九节跟三十节 他说了什么呢 二十九节跟三十节 他说因为跟我一起读 因为他一先所知道的人 就一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 一先所定下的人 又招他们来 所招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今天弟兄姐妹 上帝不单单使万事 要为你来效力 更加重要的 这段经文的背后 这个祝福更加宝贵 他宝贵到一个地步说什么呢 神为什么 我刚才讲的 这些事情万事 不好的事好的事 这些不好的事 不一定来自神 神肯定不会给我们不好的事 但是如果即使 这些不好的事 会发生在你生命当中 神也要给你另外一个祝福 这个祝福不单单是万事 为你来效力 叫你得益处 还有一个祝福就是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什么叫效法 跟你个背左右的说 就是像耶稣 要不要像耶稣 来来来 这个 嘉庆来着 嘉庆 嘉庆就是今天 你跟我 常常做这样的一个祷告 常常做这样的祷告 来 嘉庆就是你来的 你就是嘉庆 有一天他在关上门 就在那边祷告 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让我活得更像你 更像你孩子的样式 更像耶稣 让你说照我 有你的 你孩子的模样 就吓人了 天父啦 你不是像天父祷告吗 天父啦 天父是拿锤子 天父是什么 你说要像耶稣吗 我就改一下 那你不满意的 我就改一下 我这边好像不大满意的 但是你不是木匠 那个是我儿子啦 OK OK 这里不满意 这里不像耶稣 痛啊 痛 OK 谢谢 你知道吗 你不要怕这样的祷告 你不要怕这样的祷告 我要讲的就是 很多时候 刚才才讲痛嘛 这个痛 我告诉你 不是来自于 天父的敲打 这个痛 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 面对麻烦的时候 面对患烦的时候 请问你痛不痛 请问你痛不痛 你心痛 你眼睛痛 你耳朵痛 你嘴巴痛 你全部都痛 但是这个痛 不是我要告诉你的 不是天父敲的时候痛 是你面对问题的时候 天父敲你 意思说 让你更像耶稣 阿们 我们当中 有没有要像耶稣的举手 还没有 有没有不要像耶稣的举手 全部要像 OK 我告诉你 当你生命像耶稣 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你明白吗 当你生命像耶稣 你就活出耶稣 请问耶稣的生命有没有能力 耶稣 祂能够风平浪静 祂可以平息一切的风浪 耶稣身体有没有健康 你有没有看过 耶稣在四副音术里面 他咳咳咳咳咳 彼得 彼得 你来替我讲道 我今天不能咳咳咳咳咳 我要去找医生了 有没有 没有过 耶稣的身体永远是健康的 耶稣的生命永远有能力的 耶稣的生命永远是丰盛的 阿们 有一次的时候 彼得说 耶稣啊 我们要缴税 你怎么办 怎么办呢 没有钱 耶稣怎么说 彼得你去捕鱼 你去钓鱼 从鱼口那边得赢钱 彼得真的去钓鱼 然后就在鱼口那边得赢钱 对不对 你看我们神多么的丰富 你要不要像耶稣 今天晚上 今天下午去钓鱼 没有钱的话去钓鱼 开玩笑 我要讲的就是 上帝会有祂的一倍 如果我们生命里面像 很多时候你说 哎呀 我要像耶稣这样 耶稣你看被人家欺负 耶稣被人家吐口水 我不要了 好的你要 不好的你不要 像耶稣是什么 照单全收 package来的 OK 告诉你哥 要像耶稣 必须是个package来的 所以意思是说 当我们面对 像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会面对被人家轻视吗 会吗 我们会被人家侮赖吗 我们会被人家觉得冤枉吗 耶稣有没有经过 但是感谢主 你看看你的手 看看你的双手 每一个人看你的双手 有没有钉痕 感谢主 因为耶稣比你受得更痛 耶稣已经为你承担一切 所以你不必 不需要再承担这个痛 但是神这里告诉我们 要效法 祂儿子的模样 意思是说 让我们生命里面 更像耶稣 当你面对人家的误赖 面对人家的欺负 面对人家的 整个的压缚的时候 你要怎样像耶稣呢 耶稣在十字架 祂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还是今天你说 父啊 求你纪念他们 记住他们的脸 你帮我一个一个记住 父啊 求你报应他们 报应他们 封耶稣里面撤着他们 让他们生孩子没有洗饭 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苦 我告诉你 你的生命里面 你会不断不断 面对更麻烦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协会像耶稣 你明白意思吗 当你还没有协会像耶稣的时候 你知道吗 天父要怎样呢 天父就要常常怎样 你会常常听到这种声音 哈喽 阿千怡 这边没水 痛苦 你活在每一天 你就要面对什么 很多的问题 所以今天盼望 我们能像耶稣一样 无论任何人得罪你 无论任何人对你说了什么话 你说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吵的 如果你还是觉得 主啊 纪念他们 因为他对我所做的 你要十倍的报应 他要十倍的偿还 我告诉你 你的生命里面 会不间断的 会一直地出现麻烦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还学不会 你要效法耶稣 要不要效法耶稣 效法耶稣 你就更有能力 不要一直看 耶稣被欺负的那一段 不要一直看 今天我们注目耶稣的时候 我们只注目 十字下上耶稣 痛苦的耶稣 血流满面的耶稣 我要你学习看 坐在神宝座旁边的那位耶稣 阿们 因为耶稣已经得荣耀了 因为耶稣已经战胜死亡 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 不要整天像 因为看我们的十字架里面 没有挂在耶稣的 为什么 因为对我们来说 耶稣已经得胜了 耶稣已经战胜死亡 阿们 耶稣已经不是挂在那个十字架 十字架只是一个记号 是什么记号呢 当你看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 人已经不在那边 耶稣已经不在了 耶稣已经复活了 所以我们要看 今天我们的耶稣已经复活了 所招来的人 这个另外一个祝福 神说又称他们为义 哈利路亚 今天弟兄姊妹 你要必须知道 我们是一个 我们今天是因信称义 罗马书的第五章 今天等一下我还带你们 没有看的 今天我们是蒙恩的义人 不是蒙恩的罪人 跟你个别提醒他 你是蒙恩的义人 不是蒙恩的罪人 OK 你知道你们常常有看戏嘛 对不对 常常有看戏 有看无限的戏的几首 没有看无限的戏几首 全部有看 你看无限的戏 在法庭里面 这个犯人呢 他会在这个什么 被告的这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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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角落 对不对 然后他就很 很无辜的 或者是怎么样的 然后有一个辩护律师 就为他辩护 对不对 辩护律师 然后辩护辩护 怎样说 法官判定他说 这个人是什么 无罪释放的 如果是无罪了 有罪就什么 进监牢啦 OK 拜拜 就进监牢啦 如果是没有罪的话呢 他说这个人 我宣布无罪释放 我感谢主 无罪释放的时候呢 你开不开心啊 开心啦 你说 然后你会对人家说 我还有罪 你会跟人家说吗 那个罗耶会告诉你 你已经无罪了 你已经无罪了 你已经被释放了 你现在已经没有罪了 你可以自由了 哇 你就开心了 但是很多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 他被那个罪人 那个角落出来的时候 他挂一个牌子 他还会挂一个牌子 他什么牌子呢 我是蒙恩的罪人 我还是 蒙恩 对不对 蒙恩对不对 罪人对不对 对啊 今天我告诉你 如果你还是觉得 你是蒙恩的罪人 这个耶稣为你成就 蒙恩50% 这个呢 还没有成就50% 意思是说 耶稣啊 你死的还不够 OK 你死的还不完全 你死的还有一些窃限 我还是罪人 我还是罪人 所以你去到哪里 我是蒙恩的罪人 圣经我告诉你 没有一节的经文说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圣经常常都说 我们是蒙昭为义 我们是神所救赎的义人 没有一节经文说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所以你要做的 基督徒今天你要做的是什么 很简单的 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牌子 为什么 不是为你成就的 耶稣已经为你成就了 阿们 所以不要一直挂那个牌子 你挂在那个牌子 你很痛苦的 今天我要问你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今天 是 你犯罪 所以你才是罪人 还是你是罪人 所以你犯罪 基督徒词课是神学 明白吗 这是神学 比较神一点 今天你是罪人 所以你犯罪 还是因为我犯罪 所以我是罪人 我告诉你 正确的是 因为我是罪人 我笨就是罪人 所以我会犯罪 你明白意思吗 孩子一生出来 其实都有罪性的 这个罪性从哪里来呢 亚当 我们的老祖宗 我去天堂的时候 你要问他 为什么你好吃不吃 为什么去吃那个 没有东西吃啊 神说你随意可以吃吗 有榴莲有冒赞吗 为什么你就是要吃那一个东西 你明白意思吗 所以我要讲的是 今天感谢主 我们不再是罪人 我们是称为义的人 阿们 因为耶稣已经救赎我们 不是因为你很帅 不是因为你漂亮 不是因为刚才Chester 唱歌很有才华 他的声音很有雌性 很有恩高 那是因为他是Chester 他是神所爱的 阿们 也不是因为 young man的摆头发 摆到很美 那是因为他是young man 所以神爱他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个里面的意义 如果没有的话 我告诉你 你会把耶稣 重钉十字架 你没事 你看到一个 一个义人 他如果知道 他是义人的时候 他就不会活在 罪的险涡里面 但是一个蒙恩的 罪人 还是有个罪人在里面 他会觉得犯罪是理所 当然的 因为我本身是罪人 我只是蒙恩 一半而已 我还有一半 还没有完成 所以他会继续的 在罪的险涡里面 所以很不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 我说我们对我们孩子 不要一直控告 不要觉得你笨 笨 笨 你一直骂孩子 笨的孩子就怎么样 他就笨给你看 但是你要开始去鼓励他 你很聪明 笨也会变聪明的 你一直这样 你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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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会慢慢聪明 因为他被你所赞赏 同样的 今天当我们被神所赞赏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那是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 明白吗 所以罗马书五章一节跟二节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明白 我们因信诚意 就借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以神相合 我们又借助他因信得 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的得到神 盼望神的荣耀 你知道吗 如果你是义人 今天我刚才讲了 我们再复习一下 今天神会使万事为我们效力 对不对 那么其中一个祝福就是 生命更像耶稣 跟我一起说 生命更像耶稣 第二个 我们是义人 有些人还不确定 大声说 我已经是义人 为什么我这么重要呢 如果你今天你是义人的话 这个祝福会更生 这个是罗马书五章一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祝福 你知道吗 天主教跟基督教为什么会分家吗 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 马丁路德在1517年 透过这个罗马书五章一节 他从天主教 脱离了 所以他们天主教说我们是改革的 Protestant 但是其实我们不是 我们会回到原初之前 保罗新耶圣经当中 所传的真正的福音 所以义人的祝福是什么呢 义人有几个祝福和应许 第一个呢 与神相合 今天我们 透过耶稣基督 我们跟神和好了 阿们 透过耶稣基督 你知道耶稣在十字架 被钉死那一刹那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 圣殿 圣殿自身所的慢职 列为两半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可以直接 来到神的面前 以前在耶稣还没有死之前 还没有成就这个荣耀的 事情之前 救赎之恩之前 人还是要透过祭祀的 你们今天 感谢主耶稣死了 所以你们才能够坐在这边 甚至坐在很前面 没有的话你们是在外面的 然后我进来圣殿里面 然后为你们祈求 感谢主今天我们全不能够坐在这里 不是因为你们穿得美美 那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成就了 阿们 因为耶稣为我们成就 你是义人 所以你今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呼求为阿爸父神 然后还有第二个祝福 就是我们今天站在恩典当中 这个恩典不是你所成就的 这个恩典谁为你成就了 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 做功得功价算不算恩典 不算 做功得功价 就是那个是一个交易 但是恩典是什么 白白得来的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 就是白白领受耶稣基督所成就的 所以我们领受祂的恩典 然后更重要 还有一个应许说 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我告诉你 今天义人的一个祝福 神不当然使万事互相为你的效力 神要让你生命更像耶稣 让你胜过一切的问题 还有神要让你确定你的身份 确认你的身份 你是义人 如果今天你是义人的话 你的关系跟神是恢复的 阿们 然后呢 你站在这个恩典里面 然后呢 你要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在你的每一件事情上 你可以说阿们吗 在每一件事情上 你都要看见神的荣耀 而不是看见一个羞耻 所以这非常重要的 所以接下来呢 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 他说你这个义人的身份呢 你必须要去了解 必须要明白 并且 站在这恩典中的时候呢 我们该如何面对问题 今天你我都是被称为义的人 对不对 请问称为义的人 有没有会面对问题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 我们常常会面对问题 所以保罗在 罗马书的第五章 第一到第二节 然后第三到第四节 他接下来就要说什么呢 他说不但如此啊 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什么 欢欢喜喜 因为知道患难生什么 忍耐 忍耐生什么 老练 老练生什么 生盼望 保罗意思说 不是说你站在恩典中 你是义人 你就没有问题了 你还是面对问题的 但是面对问题的过程里面 你是怎么样的 靠着上帝的恩典 站在这个恩典中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带领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 所有欠免 所有当师被蒙召成为义人 被耶稣的保险之后 救赎的每一个人 就是今天的你跟我 所以今天的你跟我 会在患难当中面对问题吗 会 所以保罗就说 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 患难生什么 忍耐 忍耐生老练 老练就生盼望 你知道患难的意思是什么吗 麻烦 生命当中 会不会常常出现麻烦的事 会 对不对 信了耶稣 有谁信了耶稣之后 从此就没有麻烦了 有没有 没有 可能麻烦会更多 为什么呢 因为 可能一些 撒旦要做嚼劳的工作 或者是被人家攻击 会很多麻烦的事情 但是神要你学习更像耶稣 阿们 耶稣的生命里面有没有面对麻烦的事 但是你要就学习 你说主啊 天父我要更像耶稣 帮助我在面对这个麻烦的时候 让我生命活出耶稣 你知道吗 要带领这一间教会 我需要老练 很多人说 牧师啊 你比较老练 告诉你老练是从哪里来 经验 告诉你 真正老练是从忍耐来的 带领这个教会会不会遇到麻烦的事情 可以 圣经说你遇到麻烦 患难嘛 患难是不是麻烦 你遇到麻烦的时候你要做什么 你要忍耐 要忍耐 有些时候要咬牙切齿的忍耐 有些时候要欢欢喜喜的忍耐 有些时候要 就是忍耐 因为忍耐生老练嘛 你明白意思吗 因为忍耐就是什么 他就生了老练 老练生什么 就有盼望了 阿们 所以不是消极的 今天上帝把很多的考验 把很多麻烦的事情放在你的生命当中 就是要你学习活出更像耶稣 耶稣的生命充满老练 但是耶稣又没有活出盼望 如果你还活不住 如果你每次说 主啊 纪念他们在我身上所做的 我告诉你 你根本学习不到忍耐 生命中常常会遇到麻烦的事情 可能是你的同事 可能是你业母 可能是你业父 可能是你家婆 可能是你家翁 可能是你财务的问题 老板同事 可能爱情出了问题 健康出了问题 可能 但是这种前辈 不值得你赔上健康 明白吗 记住 跟你隔壁所一首这句话 有些人根本不值得你去伤脑筋 有些人根本不值得你去伤脑筋 好好去睡吧 不要一直想着我 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不要想到我咬牙切齿 我很重的 你没有办法 我九十多公斤 你要每天背着我做什么 放我下来 我看到你很多人背着我很辛苦 我说放下来 不要背了 像辛苦做什么 我都不学习背你 我一回家我就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我们要像海绵 海绵 你知道海绵吗 海绵当你在吸收水的时候呢 如果你不把那个海绵挤给它干 那个海绵 一直拱着 这个水变臭水的名 所以你看到有些时候 你一出现了 很多人就跑 为什么 因为太臭了 所谓臭不是你身体臭 因为你的整个的苦毒 当你是一个苦毒人的时候呢 你的生命里面不会造就别人 你的生命只会说消极的话 你的生命只会说苦毒的话 一个苦毒的人 他所讲的话 比那些讲粗话的更 更毒恶 更恶毒 一个苦毒的人 他整天在吃毒药 他不知道还在吃毒药 死得最快是谁呢 自己 所以我还活得好好的 感谢主 Amen Hallelujah 感谢主耶稣 所以 我不晓得你身边 你思想里面 有哪一个人是你放不下的 但是 如果真的是我的话 我根本不值得你去伤脑筋的 Amen吗 这样子好像很多人没有反对我 他很多人爱我 可能那个是你的业母 是你的业父 把他放下 不要背他 他不值得你去伤脑筋的 学习更像耶稣 好不好 学习更像耶稣 因信进入所站的恩典里面 今天 你我就是因为信 站在这个恩典当中 所以在主的恩典里面 让我们活得更像耶稣 面对麻烦 我们学会忍耐 就会变得更加的老练 生命就会充满盼望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保罗接下来说什么 因为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 盼望就不至于羞耻 这是一个package而已 明白吗 一个package 一人的package 你会得到盼望 你的生命不至于羞耻 你的生命要经过许多的患难 这是麻烦的事情 但是你要学会忍耐 你学会忍耐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更加老练 我们的这些执事 你不要看他们的年纪轻轻 他们很老练的 他们在处理事情很老练 有些时候我还要向他们学习的 我真的还要向他们学习 因为人是彼此学习 我常常讲 包括牧师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人 看我 我跟你们是一样的 我没有三只耳朵 我没有三只眼睛 我还是两个 OK 你有的我有 我说外体 我不是比较特别 我是一样 但是我们人就是要彼此去学习 所以我们说 你知道吗 当我们不会彼此去学习 不会欣赏的时候 我们当有问题 我们常常活在压力里面 我告诉你 你知道吗 压力是会使人变老的一个头号杀手 我不晓得你们当中 有没有想要保持年轻的 不想保持年轻的举手 且不想 我相信我们当中 我们都很希望说 我们都永远保持年轻 这张是我的二十岁的时候照片 我知道吗 过去我很痛苦的 为什么呢 每次在我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人家看我是四十岁 我的心很痛的 你明白吗 但是 就是说 忍耐是 患耐是忍耐 忍耐是老恋 这个照片是 但是看得比较老成 所以我说 如果今天 你被人看得比较老成的人 你要心得安慰 如果你四十岁的时候 你也是这个样子 你五十岁还是这个样子 你六十岁还是这个样子 阿们 哈利路亚 但是我学会了 忍耐 然后交给上帝 如果我今天每天 背着你们两百多个人 在我肩膀上 我今天可能头发像young man的 但是也是荣耀来的 OK 但是我不想快 将快进入那个荣耀 压力会使人变 这个是我三十岁 三十几岁 但是今天这个在你面前 这个板是四十多岁 我相信今天上帝要我们 免除一切的压力 然后活在祂的丰盛当中 阿们 所以你要学习去保养 你要学习去什么 靠着神的恩典去胜过 今天我要告诉你的事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压力会使人的头发会掉 过去德安掉了很多头发 他甚至是Botard的 今天我看他头发又长回来了 将如药归给上帝 阿们 你看到吗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是 德安Botard的时候 我吓了一跳 其实来了一个和尚 因为背后看到吗 我说和尚信主 我一看他是德安来的 所以今天头发长起来 为什么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因为压力 压力会导致毛孔什么 阻塞 所以今天感谢主 他的毛孔开始长大了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压力的 火山爆发了 你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我的脸 以前很多Botard的 现在也是感谢 这个是 那个是痕迹的 那个是痕迹的 所以你看 我告诉你 那个蚂蚁如果走在我的脸上 它会坐过山车的 Botard 过去不会保养 过去不会保养 但是感谢主 有些时候我很烦 我30多岁 我说30多岁 还什么青春痘 你知道30多岁 还过一个青春痘 你知道那个压力 还青春 够了了 够了 不要再青春了 我已经没有青春了 但是感谢主 神真的是 这个40多岁 久久会来一次 因为有些 你说没有压力是假的 所以我尽量不让自己有压力 尽量的把自己 沉在神面前 把压力叫做给神 因为我说 神必让我如荫烦烈 还同 Amen 所以当中的 如果你要年轻的话 我告诉你一个秘诀 它有一个秘诀的 这个秘诀 就是些许万事互相效力 好叫我们得益处 然后你说 要保持年轻 要向谁学呢 我告诉你 这个人很好 从加热的身上学习 迦勒 迦勒在圣经里面 他在耶稣亚记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在第十四章的十到十一节 十到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他说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 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 使我存活着四十五年 其间 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 看到我现今是八十五岁了 我还是强壮 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 无论是征战 是出入 我的力量 那时如何 现在还是如何 你知道吗 如果是加了讲这句话 他一定是两个版本的 一个是他骗人 哪里有可能 今晚八十五岁的 有吗 我们当中有没有八十五岁的 八十五岁有没有 谁有八十五岁的 没有吗 好来 谁 举手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没妈妈 八十几 没妈妈 如果没妈妈跟我站在一起 我四十岁 有得比吗 请问 有得比吗 没有得比 但是问题为什么 这个加了会说 我当时的力量 是我四十岁的时候 现在他八十五岁了 我 就是我当时的力量如何 现在也如何 就是一直说 他真的 好像四十五岁 四十岁那样的强壮 四十岁那样的青春 四十岁那样有力 阿们 那么他的秘诀是哪里来呢 这个很重要 要不要写 要不要青春 不要我就不要讲了 要 一方点头 一方我告诉你 我觉得 他好像永远没有变的 他永远是这么年轻 真的如果 我应该是拿他照片的 他从 还有梅芳 梅芳也是 梅芳 哇真的 佩服 很会 我们的直视太太都很厉害了 包括衣领也是 还是娇小玲珑 OK 他如果穿了校服 还是以为他是方拜的 我们的直视太太 我真的很会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恩典 这个是一个恩典 你看 一方 好像美方 他们真的 包括丽燕他们 丽燕你看他穿得很rock的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 他们永远保持年轻 有一个秘诀的 他秘诀是什么呢 来 加勒布老的传说是什么 学起来 明书记的 第十四章第九节 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 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并且因为他们的 已经离开他们 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不要怕他们 十二个探子去归探迦南地 十个回来说 那个地方的是巨人 我们是扎门 扎门 他们会吃掉我们 但是加勒跟耶稣要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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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想 我们要去攻打他们 我们要去把他们吃掉 虽然那地是吞吃人的居民 但是他们是我的食物 阿们 所以今天 弟兄姐妹 你的困难 你的问题 你要宣告 他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 什么是麻烦的事 成为你我的食物 跟你个别提醒他 让患难成为你的食物 当然我们要靠着神 我说你要活得像耶稣 对不对 你要活出耶稣的生命 你要站在义人的身份里面 因为站在这个恩典里面 等候神的荣耀盼望 在这个事情上为你成就 那么今天 因信所站在恩典里面 今天我们都是站在这个恩典当中 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 乃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 所以今天让患难麻烦的事 成为我们的食物 所以今天我要问我们大家 我们当中有谁喜欢吃Kellet的举手 Kellet OK 好 有谁喜欢吃鸡蛋的举手 你这么想贪心呢 挤两次 挤一次就好了 喜欢吃三个 想写一个 那也可以写不行 我写不三个嘛 喜欢我全部挤到碗 但是我说你特别喜欢的 谁喜欢喝咖啡的 剩下的 没有 OK 我知道你们心里面都有一个答案 今天我看看 到底你们选择的是什么样 把这三个食物将水渗完在锅中 然后把这个三个食物呢 倒入这个滚水里面 一直煮它 一直煮它 你们有煮过Kellet吗 有煮过鸡蛋吗 有煮过咖啡吗 OK 15分钟之后 把你所有的煮的东西都倒出来 Kellet也拿出来 鸡蛋也拿出来 然后咖啡也拿出来 然后你会发现到 红萝卜本来是什么 原本是硬的 有没有人买了红萝卜本来是软软的 没有对不对 它本来是硬的 它煮了之后就变成什么样呢 软的 有没有人煮了红萝卜之后还是硬的 那个是plastic来的 OK 然后鸡蛋它本来是软的 对不对 液体来的 它是煮了之后它就变什么 它就变硬了 然后要告诉你什么 牧师你要表达什么 它是你的食物啦 没有什么要表达的 等一下你就看 而且咖啡粒就不一样了 咖啡粒它就完全溶解 对不对 水已经变质了 你煮callot了 煮了callot之后 那个callot会变红色嘛 那水 它不会 有没有会变红色的 会变红色 你小心你不要吃那个callot 因为打色素的 然后你煮鸡蛋的时候 鸡蛋会变什么颜色 变白色吗 整个水变白白吗 它不会还是水的颜色 但是你放咖啡下去 本来那个水变成就是变成 还好没有变成白 就变成黑色对不对 咖啡就是变成咖啡颜色 而且水是变质的了 充满咖啡香的味道 所以我们要说 现在我们来思考这三个东西 这三个锅 这个锅代表什么呢 这个锅代表 这个锅里面的滚水 代表我们生活中的困难 我们生活中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的麻烦的事情 我们面对很多困难的事情 我们面对很多麻烦的事情 因为水滚嘛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是否好像红萝卜一样 刚才喜欢吃就好 不要像红萝卜 你喜欢吃没有问题的 我不是叫你从今天开始 不要吃红萝卜 你喜欢吃可以继续吃 但是你不要吓红萝卜 红萝卜开始的时候呢 很坚强又刚强坚忍 做什么事情 我可以做很积极的 很有什么火力的 很有上进心的 对任何事情的都非常积极看待了 但是面对问题的时候呢 被击败了 面对问题的时候 它软弱了 它变成软啪啪了 OK 所以意思说 会感到疲惫 会感到失望 会放弃 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很多这样的人 对不对 当你看到他以前过去 他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面对这件事情过后呢 他丧志了 他失落了 他失去战斗精神了 所以提醒你隔壁 那位说 喜欢吃就好 不要像凯乐 OK 喜欢吃就好 不要像他 像他你就软啪啪 今天你是软啪啪在这里 然后我们看鸡蛋 鸡蛋 有些时候我们好像是鸡蛋一样 为什么呢 开始的时候 我们心里非常的温柔又敏锐 看到德安 有问题 我们就会去安慰他 看到修理 有问题 我们就会去鼓励他 我们心里面很敏锐 很温柔 但是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变得无情了 开始被伤害的时候 父啊纪念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知道的 只是他们还是特意要做 求你纪念 你不纪念的话 我就把他们拍起来 你会忘记他们的 我是拍拍拍 没事的时候 我就按在手机 主啊 你纪念这个人 你看看这个人 主啊 你看看他是这样对我的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我告诉你 你就活在什么 你就慢慢变成什么 苦毒了 你的生命里面呢 开始讨厌自己 开始讨厌别人 然后你心里刚硬 心里不再是有日情的 没有任何的火热 充满了苦毒 所以跟你隔壁提醒他 喜欢吃鸡蛋都好 不要像鸡蛋 OK 然后我们要说 这是咖啡粒 咖啡粒就不一样了 咖啡粒我们要像咖啡粒 为什么呢 因为咖啡粒呢 不受热水的影响 而变质 反而它会使水变质 虽然那个是环境 那个是苦难的环境 那个是麻烦的事情 但是我能够使 那个麻烦的事情 变成一杯美味的咖啡 所以让那个环境 成为你的食物 Amen 让那个环境 成为你的食物 你不但要永保年轻 而且你也能够知道 神是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的一主 水开始变质 是因为咖啡粒的缘故 然后能看 能修 也能喝 你知道吗 咖啡 你煮咖啡 水越烧 咖啡就什么 越香 意思是说 如果你是咖啡粒 越困难的环境 它会带来更大的祝福 Amen 越困难的环境 你会越看到上帝的手 越困难的环境 你的生命里面 更加有咖啡 心香之气 因为这是你老练得来的 Amen 生命中的老练 是因为你活在滚水里面 生命中的老练 是你活在 很多的考验 很多的患难 很多的麻烦事当中 然后你学习了 你就变成老练 你就有盼望了 人就很喜欢靠近你 为什么 因为你的生命是什么 老练的生命 老练不是老油条 老练也不是老狐狸 老练是 你能够 在很多事情上 你看得比较远 你看得比较清晰 你看得比较彻底 测透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说 我们能够像咖啡力一样 能够从任何问题当中 我们从任何困难当中 任何麻烦当中 我们得到益处 我们要从中学习 我相信上帝把一些 患难麻烦的事 放在你的身上 一定要你所学习的 可能今天 我们有一些 从别的教会来的 基督子妹 可能你在别的 你本身的教会受了一些的伤害 我告诉你 那个伤害 它要你学习更大的一个功课 阿们 过去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伤害的事情 很多的那个纷争的事情 但是感谢主 透过这件事情 我们更加的进步 阿们 透过这件事情 我们更加的谨慎 透过这件事情 我们更加会处理人跟人之间 同工跟同工之间 同工牧师跟领袖之间的 那一些的关系 我们处理的更好 今天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 今天我们感恩的就是 有一些教会甚至要求我们去帮助他们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经验 没有这样经验 你怎样去帮助别人 对不对 因为过去我们所经历过的 今天我们可以透过过去 我们所失败所知取的那些经验 我们去帮助他们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 发生在你生命中的事情 我觉得是神要给你得益处 你既然来到这里 你就在这里领受上帝 更大的丰盛的恩典和慈爱 让你从这件事情当中 你重新的站立起来 不要像红萝卜一样 遇到问题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软了 我们就没有在前进的那种力度了 或者是不要像鸡蛋一样 面对问题我们就永远刚毅 对教会 对所有的人 对领受 对牧者 我们都带着一个非常消极的态度 不要这样 给上帝一个机会 给教会一个机会 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你可以说阿妹吗 重新的去面对新的开始 所以我不管你从哪里 哪一个教会来 我相信这个地方 让你能够得着医治 我相信这个地方 让你能够得到恢复 当你恢复之后 你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你 没有关系 你又再去找另外一个 能够继续成长的 但是如果这个地方 神要你留在这里 你就好好的祷告 然后在这里服侍上帝 阿妹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告诉你 很多事情 神透过一些事情 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是要让我们学习 不要学不会 你明白吗 人最怕就是学不会 因为你学不会的话 你就会一直在重复的 会做错 犯错 然后一直的 一直的 要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 所以不值得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如何回应呢 你是否像红萝卜一样 还是 你是否像鸡蛋一样 还是 你真的是 咖啡力吗 如果你是咖啡力的话 我们生命的一些难处 你就吃掉它吧 阿妹 别让它吃掉你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师父 你可以说阿妹吗 我们请敬拜团上来 让我们成为咖啡力 阿里路亚 神会把所有的困境和问题 把它变成美味的咖啡 所以今天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来祷告 我真的不明白 我也不知道 到底你们生命当中 面对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学习三样东西 今天讲的 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 肯定的 肯定的 肯定会为你效力 但是不要只停留在这里 你要活得更像耶稣 阿妹 然后你要知道你是一个义人 耶稣已经为你成就了一切 你站在这个恩典里面 欢欢喜喜 盼望神的荣耀 发生在你的这件事情上 脏水在你这件事情上 阿妹 然后学习 吃掉那个环境 让神给你力量 让神给你勇气 让神给你刚强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